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FireEye 4月13号发表报告 指中共利用网络骇客 在过去10年来 一直有组织的搜集东南亚 以及印度等国的机密资讯 针对这些亚洲国家的政府 记者、异议人士和外国企业 进行了长达10年的网络间谍活动 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 骇客组织APT30 从2005年起就从事网络攻击行动 目的是搜集情报 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问题 FireEye说 所有证据、所有证据 都向中国政府 它是一个精确的探索群 但它不仅是政府在南亚洲 而是印度的国家 多数多的交易技术 金融和航空公司 也都在探索群 甚至媒体传媒体 也都没有探索群 分析指出 被这个骇客组织入侵的受害者 多数为政府、十大产业的区域型企业 或是报道这个地区与中国事务的媒体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越南、泰国 还有印度、沙烏地阿拉伯 甚至南韩及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 它锁定的目标 并非像是信用卡、个人资料 或转账账密等用于获利的资讯 而是以窃取机密网络中平时无法读取的文件 对区域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土纷争等议题 似乎更有兴趣 APT30是火眼长期追踪的数十个骇客组织当中的一个 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具有中共背景的骇客组织之一 在这份报告发布后 中共外交部回应相关提问时 只表示骇客攻击是全球性问题 不多做回应 金唐也在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